保佑我疾病素好,身体早日恢复健康。 11月29日,北京市儿童医院附近一出租屋内,一家人吃饭前,七岁的冰冰像往常一样,在奶奶和妈妈的陪同下双手合时,大声念着贴在墙上的咒语,祈祷能够康复。 咒语来自一个病友群,群里大多是癌症晚期的病人。两年,将近一百万的治疗费,让这个普通的家庭迅速治贫。 冰冰聪明伶俐,是家里的小公主,特别招人喜欢。因为生病,冰冰显得比别的孩子更理解大人。 聊起冰冰,妈妈特别骄傲。冰冰来自洛阳,2016年,被确诊为患神经性母细胞瘤,经过一年多的化疗和自体干细胞移植,病情得到缓解。 2017年7月出院,回到河南老家,充满期待着冰冰追着妈妈,早早买了假发和书包,准备上小学。 不料,肿瘤复发,妈妈带着冰冰再次进京球衣,出租屋内,冰冰抱着新书包说,如果我病能好,就想去上学。 叔叔,可以帮我拍一张好看,的微笑照片吗?可能是我的并不太好,妈妈老是偷偷哭,我想把我笑的照片放在她手机上。 如果我活不成,希望妈妈能永远看见我笑的样子,趁妈妈去洗衣服,冰冰悄悄向摄影师看球说。 为了看病方便,妈妈带着冰冰租住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一个老旧楼房内,十平米大的一个单间,月租金要四千多元,邻居也大多是来北京求医的家庭。 从2017年7月份出院到2018年1月复发,短短五六个月的时间,冰冰的体质越来越差,化疗产生了更多的副作用,发烧,呕吐,电解质紊乱,治疗难度不断加大。 前不久,正值深秋,银杏夜落,出租房对面的小公园里一片金黄,冰冰妈妈带着她到公园里留影,冰冰为此特意打扮了一番, 希望能留下最美的自己。戴上假发的冰冰显得非常可爱,在小朋友中间完全看不出是身患癌症的孩子,可活泼好动的她爬了没几分钟,还是对妈妈说自己有点累了。 在公园的长椅上,刚准备躺下休息的冰冰,假发突然掉了,突如其来的一幕吓跑了身边的小朋友,冰冰妈妈说,冰冰光着头的时候,周围的小朋友总是带着一样的眼光看她。 时间长了,冰冰就不怎么和身边的小朋友说话了,每次下楼我都会和她说话,我喂过她一次,就认知我了,冰冰一边叫着小猫一边说。 长期漂泊球衣,冰冰身边没有了完蛋,偶尔遇到一些流浪小动物,会觉得特别亲切,厨房里,正在准备晚饭的奶奶偷偷抹着眼泪。 冰冰的爷爷,奶奶在老家农村,一辈子以务农为生,从没来过北京,这次奶奶专程来北京接替冰冰爸爸,让冰冰爸爸出去打工赚钱,我们不仅不能照顾父母,还要年迈的双心拿出养老的积蓄救助我们。 冰冰妈妈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冰冰讨厌自己没有头发的样子,她觉得女孩子没有头发特别难看。冰冰妈妈告诉摄影师,刚开始化疗时,头发掉得厉害,冰冰很害怕,经常做噩梦,后来我就给她买了假发,慢慢她就离不开假发了,只要出门不是戴帽子就是戴假发,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肯摘,出租屋的门背后挂着六顶帽子, 都是冰冰的。这才是一小部分,自从孩子化疗没有了头发,冰冰就喜欢上买各种帽子,我们也经常给她买,每个季节的都有。 在孩子面前,我始终保持着微笑,其实我很怕失去她,她太可爱了,只要能留住她,让我做什么都行,冰冰妈妈说,直接扫描二维码即可进行宣著,如果不能直接扫码,可将二维码保存至手机相册,打开扫一扫,从相册中选取二维码进行识别。 该项目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,儿童紧急救助中心,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,水滴工艺发起募捐,并负责项目的审核,执行及信息反馈。 该项目最终谨识权归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所有,详情请关注水滴工艺平台动态,监督电话,4000069958。 关于感光计划,是2018年7月12日,由今日头条携手中国摄影家协会,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,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,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, 联合发起了公益项目,参与项目的公益摄影师,在符合慈善法要求的基础上,将通过自己的头条号,持续发布反应救助线索的公益图片,未有需要的受主人连接社会募捐需求。